豆浆是华人传统饮品 中式早餐店也几乎以豆浆作为搭配饮料 不过有人喝豆浆后会有胀气问题 营养师杨哲聪建议 改变喝豆浆的习惯 搭配早餐内容就可以改善胀气的状况 杨哲聪表示 通常喝豆浆会胀气有下列四个原因 第一,制作豆浆的黄豆、黑豆 含有人体缺乏可以分解酵素的寡糖 不过肠道中的细菌却可以使用 细菌利用发酵后就会产生气体 引发胀气 第二,便利商店的盒装豆浆 部分会添加水溶性膳食纤维 虽然有助调节消化道菌丛、血脂 但也会提供肠道菌利用 进而产生气体 第三,购买的豆浆分量不少 加上吃完早餐后又常常坐着上班 豆浆中水分会加成膳食纤维的产气 造成负胀感 第四,中式早餐油脂含量高 例如烧饼、油条等 而油脂有延缓胃部排空食物到小肠的机制 所以吃了太油的食物就容易提高负胀感 杨志雄提出两个方法可以改善这样的问题 首先如果自制豆浆 可以先进行泡豆的动作 水温与泡豆时间与溶出率成正比关系 能降低豆浆中特定寡糖的含量 减少喝豆浆会胀气的问题 第二,不要短时间内喝入过多的豆浆 建议慢慢喝,分批喝 就能减少一次摄入过多寡糖与水分 降低脏气的症状 人间福报陈林芳,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水分